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很感动 我甚至都能背过 说这个三亚的到来不是海南三亚 三亚同志的到来说是我的救助 不可能有更理想的结局了 您还说什么 说明年我将衰老 但在我尚未特别衰老之际 您还要说什么 我就说人只要是没死 他就是活人 他就做活人应该做的事 享受活人待遇 在他这儿就是三个万岁 还是要说生活万岁 青春万岁 爱情万岁 真成诗篇了 我觉得他也算是一辈子青春不改 当年就是青春万岁一直到现在 谢谢 不敢当 我是比较早知道这件事的 所以第一次我去见三亚姐姐 我叫他 就是我很意外的一个就是刚一进 我们是在一个中东餐馆里见面 我记得远远的我一看 我觉得见到了崔老师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身影 真的像您的就是前夫人 您这话里有意思啊 缘分 是有点 不止我一个人这样 我跟这个 这 山山亚女士啊 见面的第一分钟 我就觉得就是她 我又有一种被秒杀的这种 一见钟情 而且我呀 后来我还发现 凡是大事 我决定都特别快 一两分钟 比如去新疆 两分钟 我少年时期入党决定 两分钟 我要写作 写小说 两分钟 凡是小事我都决定的慢 比如买一表 买两万的 还是一万的 还是八千的 还是六百的 这我可能琢磨半天 那肯定是头脑里出现一种 无可阻挡的直觉 这我不知怎么解释 但是我就觉得大事啊 不是一个拿算盘 算盘竹打的东西 哎 这话有意味 小事你给钱里算你呢 没错 一篇文章的题目 你可以两月定不下来 但是大事两分钟能定 我可以证明 因为那时候我听说的时候 好像才见了15天 王老师那时候的感觉是 就定了 而且是我们开玩笑 用英文说如口如图 叫like fire like tea 如火如茶 就是那时候那个热烈的程度 而且我就知道 我当时在私下就预谱 我说这肯定是 今年秋天恐怕要办事 我跟你不信你去跟咱们避风问 果然吧 而且就不愿谈太长时间的恋爱 就是要赶快办事 什么事到他这嘴里边 不是 我说这意思就是说 他倒是这个印证了这种啊 一见钟情 不用考虑太多 这是我的幸运 因为有些啊 有些老年丧偶的呀 想再 哎呦麻烦死了 我就不说了 我不说人家了 好像我说人家 我这得便宜卖怪似的 对对对 这可考虑的太多了 考虑的非常多 非常难处 这俩人都已经成形了 是不是 本来互相甚至印象很好 真的一接触根本就不行 太多了 太困难了 比年轻人 比年轻人恋爱还困难 年轻人比较容易如火如荼 这老年人他很理性啊 但是你看啊就是这个前两年 我母亲啊突然间这个中风 中风就是光是这个不能说话了 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失魂落魄 然后这个孩子们反倒就不能理解 就说你怎么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了 我爸爸就说一句话 他说哎 你们年轻人要是失个恋 你们是什么样 我们生活了一辈子 突然间没有办法这个交谈了 是吧 所以我反过来想啊 就有句话讲啊 这个老房子着火没法救啊 那您说您这个黄昏恋啊 不是 这像年轻人那种恋爱那么热烈呢 还是一种比较倦勇的平淡的 不是 反正我相对比较热 他说那15天 这还发生这么一个事儿 也就不过是六七天 六七天呢 另外一个朋友到我这儿来 我悄悄地跟他说这个事儿 他就觉得我很热 他说你们认识多久了呀 我不敢说是七天 我结果还抱了一个谎 我说要十几天半个月 半个月你就这么热了呀 我更不敢说我是六天了 六天 这个我还搞了一次假冒成绩 我这辈子做假汇报的记录 不是太多 但这次就是有点假汇报的感觉 所以我还感觉他这个 虚报成绩 他这个小说的名字啊 没准是说出他的一个本命 青春万岁 他这是永保青春的一种心 这个王老师外号就叫做这个高龄少年嘛 然后这是一个是谁铁宁说的 然后这个三亚姐姐就是新夫人呢 也跟我说过 就那次见面 他说其实他说王猛觉得 哎呀现在这个年代 他还带着五十年代人的那种热情和单纯 说现在其实就是两方 如果是人介绍一谈 这女方不论是女方男的 尤其是女方都要带着算盘过来 恨不得要计算器过来了 可是这事儿其实非常简单 所以我觉得也是两个人都是简单的人才能一见 你说这个 这个咱们拉扯一下 为什么好多人反应啊 说见着我本人呢 说你比在枪枪三人形上显得年轻 这个我闹不清啊 这个我能给你解答 因为所有的人见到我呀 也这么说 他是这个特写镜头 这人太细了 人上电视都显老 比实际年龄都显老 我不知道一个是大概是这个电视能 是不是能把人的脸呢 那个模糊镜头 以后我要求用模糊镜头 还模糊呢 我告诉您个不幸的消息 马上就改高清了 哎呦 您这褶子里边 这个细胞都看得见 哎呦 那都惨了 哎 您那细胞都是活力细胞 不信呢 您看看这个咱王老这个新冠啊 这家伙有个什么风采 已经是这个范儿了 北戴河 这个我那个 您看我这胳膊上肌肉 我敢跟那个年轻人比 还有 一点鸭肉没有 全是鸭肉 您再看 全是肌肉 这这这这这这 有点像老年旅游团 老年旅游团 老年旅游团 这是印尼 印尼的一个旅游事 好 我再给您看一张 哎 这一张您得这个论说论说 好为什么呢 我说您不能光在北戴河 是是是 您也得到我们这水灾现场去看看 哦 你知道吧 最近这事啊 它引起一定的争议 是是 就是游瑶那个地方啊 本来呢 就是一个镇里的村镇建设办公室主任 这么个小官吧 像镇官 他呢 到一个村里去 去看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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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之书 结果现在这个村之书呢 这几天的村之书觉得挺委屈 因为呢 就是一开始就被媒体就骂 骂说他背这个小官 然后他说 我要是拍马屁 我背镇长啊 我背书记 他这官 而且呢 他说他就是我们村的 他会互相间呢 我管他叫小阿爸 还是他管我叫小阿爸 我管他叫小哥 他说那就五六米的这个水 本来网上开始传 说他穿的高档皮鞋 让人民群众背着涉水 你知道吗 结果呢 最后人说就穿了个100 100多块钱的一鞋 说是个半开玩笑的举动 说哎我背背你 看我能不能背得起来 这个小干部现在也很后悔 说哎呀我当时就没把持得住 怎么就让他背了这么一下 这一下就免职 但是实际说实话我是也有点同情 就是说你说这媒体一打击啊 这玩意儿这当个官也不容易啊 对他这判断都是计时的 这倒真是秒杀 就是您刚才说的 是因为我也是到今天 你这么一说我才知道 就后边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后果 有这么多细节 也不是高档皮鞋他们的关系 可是我当时第一次在网上 别人传过来看的这个图像的时候 我当时一个计时的反应 的确也是这个人太太差劲了 而且他很善情的一个画面 然后把后边可能那高档皮鞋 都是后来猜想的 对猜想的 网上一按这人就死了 听说已经免职了是吧 你知道王老师您是这坐下 我就发现这个中文呢 它是特别这个形象 而且呢特别擅长用于这个指桑骂怀寒沙摄影 上纲上线的时候中文很厉害 那边那天我就跟他们讲 我说这个可大可小 这今天的图像的时代 咱要光看这图像 这象征了什么 当官的骑在人民头上 作为作福啊 而且这个人民的脚 可是站在这个水深火热里 好家伙 你要这么说 他不是免职判刑都可以 您怎么看 不是这个已经我不完全不了解 这个我是觉得啊 但是这一类的事啊 我是觉得报导也可以报导 这也算是这个民意监督吧 但是要是组织处理啊 还是要慎重一点 最好别是这刚一报导那就处理了 让人觉得推快点 郑政府也是说也说得很明白啊 他说当然我们这个处理 跟舆论的压力是有关系的 但是当然他这个反正给人拍到了 那背了一秒钟也是背了 那他就是不恰当 我是觉得咱们这个 就是咱们的这个思想方式啊 咱们中华文化吧 是喜欢做整体性思维 是把什么事都放在一块来思维 西方的思想方式就跟西医似的 内科就是内科 外科就是外科 副科就是副科 南科就是南科 一是一二是二 一是二 他就分着来看 你不是舆论就是舆论 是不是 但是你要是处理组织 那组织部门他按人事工作的规则 人事工作的规则 不会不考虑舆论 也不会变成就是由舆论一剥了 就能办到了的 那你就免一个人你得有手续啊 你得有允许本人申诉啊 是不是 你现在法院你判个刑 还得那手续且得搗腾 且得这个还可以请律师 还可以申诉 我是觉得那样就比较好 我们这个舆论非常欢迎 欢迎监督 但是同时呢 我们要允许申诉 允许分辨 是吧 万一啊 当然不是说这俩人我不认识 比如这俩人他要是 要如果要是一个村里 他这小老乡互相逗着玩 原来就你 你背我或者互相摔跤 甚至是你捅我一下 我打你一下 我踹你屁股一下 这都有可能的 你要把他这踢屁股 如果那个场面弄到他说 这个就更严重了 是变成暴力侵犯 您是常年做基层工作 我现在觉得 这是他也有一个就是说 就说中国啊在这个这个整个走向 现代化的过程中啊 他还有一个就某些个文明的那个观念 包括当官的文明啊 跟这个乡村的一些人情世故啊 他也有时候不太吻合的地方 你比如说那秋菊打官司 其实说的就是这么一事 对吧 有些时候呢 你说这个 就是说他们说啊 这个当地镇上就讲 说我们跟村里的这个农民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称兄道弟 甚至讲个段子什么的 他们觉得这样啊 容易做工作 但是这东西你比如说 谁要是拿一手机 哪天给你录下来了 放到网上 那你从当官的纪律上来说 你这是犯了纪律 是 这个又 而且这给这个就是公报私仇的 提供了很大方面 因为现在人人都有手机 任何你的对头 或者你的政敌 或者你在他手上 你你你惩罚过他的人都可以 随时一拍 你你总的24小时都做一个清廉状吧 是你还真不知道谁拍的 对 而且这种请客送礼 我觉得他这个人情世故里边 有很多并不是当官的本人 能够完全在任何时刻都划清的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官场的这个 这个文化太渊远流长了 我就下去看过 还不是什么大官 他就底下他就比如说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一个什么一个北京来人了 地方这种接送 然后下面人主动要跟你就是说 让你在下面很高兴 他就送给你很多礼品啊什么东西都不见得是 就是要你直接有什么回报的 在这个时候你说这个官是怎么办 如果他要按这个纪律处 他什么都不能 一块月饼 一个什么什么小 一块哈达阿克蒙德可能都不应该接了 那倒可是要分到这么细 这个工作还能做吗 就整个这关系就变成一个冷冰冰的了 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子啊 这个按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 他自上而下呀 就是宁可要规定的严格 宁可不近人情 尽量少留这个空隙 你只要一留了这个空隙 你不知他一于湖底 我跟你说就是我呀 就是担任相当的职务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上中南海开会啊 喝茶呀自己要带五毛钱 才能拿一个那么一小包茶叶 一个茶包包上去 有一次我在勤政殿开会啊 我就换衣服啊 你又不敢穿的太随便 换衣服兜里一点钱没有了 我就只好倒白开水 那时候广播影视部长是艾之声 艾之声现在他已经去世了 他一看我倒白开水吧 就笑了 没带钱吧 扔我一块钱 喝去 你赏我一块我就 然后我把这五毛再还给他 那时候我就觉得 我这也太过了 是不是 你开会喝茶 回到这块 回到幸亏要不是艾之声赏赐我 我还能弄杯白水喝 后来这个规定就没有了 但是我现在回头来 我感觉到当时有这个规定啊 是有它的意义的 为什么尤其各省的人 你来开会说 哎呦 说中南海这这么严呢 他回去起码他胆小点 他约束一下自己 如果你要在 如果你这敢喝茶 他那就敢上月饼 你这敢吃月饼 他那敢上龙虾 对 你这吃了龙虾 他那 这个什么叫 叫什么 什么包吃 什么 鱼吃鲍鱼 鱼吃鲍鱼 燕鲍鱼 燕鲍鱼 您吃吧 他全上 他全上 所以我说他里头有这么一个 这是中国国情使人 他必须就是特别的严格 但是你具体处 你规定些这些制度啊 什么时候 你可以规定的非常之严 但是你具体处理的时候呢 第一要调查研究 哎 第二呢 要允许本人申辩 而且要认真听取他的申辩 第三呢 要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因为这罗生门呢 世界上每件事的版本都多着呢 你以为只有一种说法吗 哎呀 您这讲的真全面 对对 真全面 恰到好处 我觉得这对我们啊 做这个媒体的都是个提醒 我现在觉得有时候我们做 比如说我们这节目组 在后来开会的时候啊 当然为了说话的方便 大家可能就简单化了 但有的时候啊 反映某种潜意识 就是说 哎世界上的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 但是经常你看 我们要报道一个事儿 实际背后大家说哎 他打谁打谁打他 是吧哎 好像很快就定了姓 然后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对吧哎 就把它变成这么一个关系 因为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啊 我听一个经济学家就跟我讲过 他呢就是说你在中国你搞讲座 他这么一个社会 语不惊人死不休 他说我跟你说我的经验 中国经济要是有五分的危险 我就跟你说他马上就要崩盘 因为这样 我说的话就把他们震住了 你知道吗 这是传播呀 传播 传播呢 要求有力度 是不是啊 要求生动 要求煽情 哎 要求你不惜夸张某一部分 这个麻烦就是你传播和具体的做人事处理 做司法的这个这个这个审判 对 做判决一定要有一定的区别 嗯 对对对这其实你看就这我当然拉的远点 就呃 为什么网上有这么多叫鲁迅体 嗯 就鲁迅的这有些话呢 明年他确实说的尖锐透 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经常也很过 你知道他专门就是说那个很 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话 所以大家都仿这个就都能出位 都能抓眼球 你就没听说过有一个叫胡适体的 因为有些人就觉得按那个太过了 咱们你看胡适先生说的话 其实胡适是我们大家的朋友们很温和 但是摆出来都是灰色的 没有一句话让人说响当当 就让你觉得哎呀真是痛快淋漓 他就流传不开 是现在我学的是王蒙体 哈哈哈哈 咱们取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我刚才是不是还听王老师说 当年都有过就说 比如一个一个报道作品 就能够影响一个人最后 一个报告文学出来了 然后过不到一个月枪毙了 80年代 80年代有过 那是罪有应得吗 反正你要是按那个报告文学的内容 没有一条够够得上枪毙的这个罪棍的 还有最近的我还挺爱看 就是那焦点访谈跟那个什么东方时空 对 里面有一个我干的特别替老百姓说话 就是说办事难 办一个证 去了六次 然后那有一位女的警方的人员吧 就他那个脸子 我怎么看着那么熟悉 他自个在那看报 这时候那人家来找他吧 他就那种不耐烦那样 哎呦 那个嘴脸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这种事情进行批评啊 太正确了 哎呦现在这可火了 你知道吗 焦点访谈把这个一打呀 嗯 多少个人哪 都把自己这辈子办正男的这个事啊 全在网上晒出来 但是这里得有一个问题 第二天就宣布已经撤职了 调离公安部门 连夜 连夜 或者咱们能不能别这么快 处理人的问题慢一点吧 伟大毛主席都教导我们说 你处理什么事冷处理吧 因为你热处理 有时候他容易带有一种这个 你说这个快咱们是可快可慢 前一阵就东北某省会城市啊 就是公安局初日镜管理大厅 然后出现他们说神一样的这个一幕 本来这记者去啊 排到这个号就后边今天办不完了 后边没有了 大厅里等着几十号人 十三个窗口 经常开的只有四个窗口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领导进来视察工作一群人陪着进来 他这一进来 全开 每一个窗口都排满了人 你知道吗 半分钟之内 你说他这领导一来 他要快 他能神一样的快 这也是中国的 现在有时候网络民意啊 我认为有半个领导的效应 是啊 你只要一吵起来 他连夜就得处理 对对对对 要不然他招骂 他盯不住 这可能有这个 他是传媒时代 传媒时代 参国力量太大 但是还是要允许人申诉 是 真是 还要谈点事实 没有说表面看 毫无疑问的事情 对 仍然没有出 没错 对